加赛下半场升星院这里的话求人者基本上保平大概率就能赢 因为呢这个时间八分多钟其实 一个使徒很难拖呀 然后取悦这边的话我估计他得带个传送去打那个控场了 带个传送然后要么真胜要么就死手机子 其他的话 底牌挽留我觉得不是很行底牌挽留在闪现的话不是太行 开局看吧开局如果上来比较顺的能够在医院外面找到调师的话使徒是有能力快速击倒的 是有能力快速击倒的 看开局刷点其实很重要的对于这把来讲的话 取悦这边看能不能顶住压力 这里第1个点往哪里走 调香师茶哥本身就在医院 肩佳 这里的话是祭司 猫一放 没有能 够咬到那板子先踹了果然是个传送 这样的话能跳一步啊跳一波拉近距离 猫停掉但是这个祭司不好抓啊两洞祭司 两洞祭司一个洞先打根 他这边应该是抗性点的比较高的刚刚看了一下 他是没有点封窗的踩板应该是抗性点的比较高的这边再放猫 咬咬住了咬住的话这边一波跳应该是能起一刀 然后走到前面打好的先沉默地要再打 祭司两个洞用掉4秒钟以后下一只猫好了 带有高低差这个猫看怎么放祭司要蓄出一个洞这边反绕 反绕哎绕到了这边猫 放 咬好了铺道 铺道以后这边 再骗再骗用弧光 但祭司还是可以打一个洞 祭司这边还是 沉默漂亮 nice啊这一波老使徒的感觉打出来了 但是呢这个机子大家看到这三台机也快了 他这边得赶紧挂过去干扰这边的密码机 得赶紧挂过去干扰密码机啊 看一下这边空军的机哎呦空军的机应该是能点掉了这边猫赶紧放 直接放要空军 差一点点空军的机95% 分开 咬住跳过来下板能晕住吗晕住了好的打一刀可以 这一波的节奏抓的还不错因为穷者想保平所以说优兵没有过来 这样的话如果再能打出一波双倒 就有机会翻盘多抓了 现在对于穷者来讲其实也有一点点难了因为这个祭司过半 猫先放 取悦老使徒 猫顶上来但是这只猫 往这边放了我觉得他刚才跳一波 然后猫往回放传送回去会更好一点 这刀没打中 这样的话没办法打一个双倒 优兵这边也不想急着救人 不不不看错看错我看错椅子了 右边这边救下来那还行吗取这边的话 击倒祭司以后直接传送啊 找下一波机会 一刀这一波没打到佣兵的话要将这一波救人就 比较舒服了 没有吃到任何的伤害 要将这个救人真的 一绝好吧 他每次救人都能救的 非常非常的到位 现在的话 佣兵中场卡着 他可以过来把这袋遗产机给补了 那边空军状态补满 对于取悦来讲 想要真正 刚才这波防守没有做好 他刚才的防守是这样子 他应该是这样想的 就是 我晕住你打一刀 我再传送回去追个双倒 我想通的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我当时想的他可能就是跳上去 一步 直接就到佣兵身边来打一刀 那个猫往回放 这样传送过去的话 这个佣兵 也是一个稳定的双倒 这边过来找空军 佣兵补掉遗产 猫有 满状态空军 一时候留一把枪 这把枪应该是要交的 先跳过来 晕住打 可能要打传送 这边的话 看怎么来 追下一波节奏 传送 找茶哥 调尸 对他不传送没办法 这边骗香水吗 打一刀也行 然后这边猫一放 咬住 守住这边如果说能把调尸留在这个位置的话 还挺香的 沉默 打一刀 这边 下一只猫 三秒钟好 好而这边的机子 一人一台 空军这把枪还没交 回来这边栽波跳 晕住 哎呦 感觉还是 是不太够啊 这一个机子的话 够了 取悦这边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他这边应该是用兵押弯机来救人啊 这样的话看这波防守 猫好像没咬到 他要去管但是那边有枪 他要沉默 哎沉默不了 沉默不了 这边有枪 人救下来 有枪有枪 这边空军我不走了 来我陪你 23 23秒传送 冒放 这个枪能不能交出来 找角度 跳 好的枪交得出来 12秒传送 12秒传送 但是这个优兵是蛮状态他可以中间卡一手 乔香师这边的门 取悦这边一定要传的 传是一定要传的 看怎么传 传好的乔香师门没点开 机会来了 乔香师门没点开 现在是6分多周 一刀 没打中 不急 要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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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以后赶紧跳猫过去 傭兵这边手上面一个护壁空军还有 敲满状态空军 强势这边二挂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这里这两个人要走两个 门是没有点过的 取悦这波传送非常的果断 猫再往前放还有一波跳 跳着了 傭兵 傭兵没办法只能交货币 但是这个人是救不下来了 一刀 应该可以恭喜ACT了 应该可以恭喜ACT了 哇 这一波 抓空军这把枪 在一个老使徒面前 交枪有多难 就问你们 在一个老使徒面前 想交一把枪 有多难 取悦在最后加赛 证明了自己 在穷人者这边大概率保平就能赢的情况下 取悦顶住了压力 用他 对吧 熟练度非常高的使徒 拿下一个三抓 今天 插入可其实 打得非常不错了 但取悦在最后站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